欢迎回来,我是曹,今天的视频是想跟大家做一期粉底实测 其实我一直都挺想把我手头的一些粉底给大家做这种实测型的分享 也希望给大家一些买粉底的参考 先说一下我的肤质和基本情况吧 我是干皮,然后坐标在北京 其实这两点都挺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可能看这个实测就没有太大意义 然后第二个坐标也挺重要的 因为我如果同样的时间,就比如同样都在4月份的季节 如果在北京和在南方偏海边的城市的话 用的那个底妆产品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皮肤的主要问题 我把镜头拉近一点 我自己呢皮肤状态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大概脸颊的这个区域 因为干皮基本上没有什么毛孔的问题 然后痘也不太会往这个地方涨 所以这块相对于是我自己皮肤比较好的地方 除了脸颊剩下的地方 就是额头还有下巴 额头是一些比较早的痘印 就是以前剩余期可能会有一些红色印子 但是已经很大了 所以也不算是问题很大 现在问题比较大的地方是下巴 尤其是下巴左侧的区域 这个地方还是能看到很多 比较近的一些红色的痘印 右边相对有一些 但是好像要比左边稍微好一点 然后嘴周围的地方就是有一些暗沉 还有半年都消掉的黑眼圈 所以这个就是我皮肤现在的基本情况 所以我对粉底液的基本要求也不是一定要那种高遮瑕的 还是喜欢那种偏轻薄清透一点的自然妆感的粉底液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款 蓝蔻精唇粉底液 我这个买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 绳子已经挺旧的 而且我那天突然发现 它好像只有一点就用完了 就是应该会很快空瓶 这瓶我是在日上试完之后买的 然后色号入的是130 就整体跟我的皮肤颜色还是比较贴合的 而且它是我的2018年度的最爱粉底液 包装就是这样一个金色的玻璃瓶 然后精唇他们家都是这个金色鞋的包装 就是一个压泵的样子 质地特别的水润轻薄 哎呦我都挤不出来了 不会吧 真假的 好看开 我刚拼命挤一挤 最终挤出来这么多 可能今天的实测是我最后一次用的 它真的好像已经空了呢 它流动性还是挺强的 基本上挤出来之后 它很快就会流下来 然后质地就是这种粉底液的质地 我现在就先上左半脸给大家看 质地非常的丝滑 色号基本上也和我的皮肤吻合 今天拍完这个实测 我就可以准备下一波空瓶剂分享了 然后我还是用Fundi Beauty的这个美妆袋来把它推开 虽然它是粉底液 但是我觉得它的遮盖力 也算是粉底液中比较偏高的那种 额头这边也来一点儿 额头这边也来一点儿 基本上这边就是我上了一层的样子 这样看对比还挺明显的 就是我觉得它算是粉底液里水润度和遮瑕度都坚固的非常好的一款 像下巴都印的这个位置 也基本上遮掉了七八成的样子 像如果平时日常出门的话 我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也不是完全非常介意 一定要遮住它 左右眼和眼圈对比的话也有改善 但是我等会可能会在下面 眼下的这个地方 稍微再用一个遮瑕提亮一下 然后我把这半面脸也上了粉底 它质地真的就是非常丝滑的那种粉底液的质地 基本上轻轻一推就全都推开了 脖子也稍微来一点儿 脸颊上完了 好下巴的位置 额头 差不多这就是全脸上完之后的样子 然后我手上还有点鱼粉 我就把它稍微蹭到脖子上一点 我这个颜色好像不是最白色 也不是 好像它还有110和120 我觉得这个颜色对我来说还挺合适的 是有稍微一点的提亮作用 但是没有特别死白 现在就是全脸颊脖子稍微都上了一层底妆的样子 我没有着重叠加某些部分 然后因为今天是实测嘛 所以我也就不遮这些痘印呀 还有那个黑眼圈之类的了 我就薄薄的上一层蜜粉来稍微定一下妆 然后我用的还是shalotuber的这个蜜粉笔已经铁皮了 这个粉蛮松的 所以应该也很快用完了 我也就薄薄的上一层定妆就可以了 我现在全脸已经上完底妆了 是一层粉底加薄薄一层定妆蜜粉的妆效 其实春夏季节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妆感的 就是它没有那么的有光泽感 但是整个妆面是比较偏丝绒雾面一点妆感的妆效 那我现在快速去把整个妆完成 我们待会儿见 我已经化完整个全妆 然后化完衣服 距离我刚上妆过去差不多已经半个小时了 现在我自己目前看整个妆效还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我今天也会分别在24658小时来给这个妆容做一个打卡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就是粉底在我脸上的状况 那我们就现在准备出门啦 待会儿见 每次Vlog我们去外面吃饭 然后都有弹幕或留言 就是想让我写一个我喜欢的北京的一些馆子 或者咖啡厅的合集 所以下周四的推送 我就想先把这个我喜欢的咖啡厅的合集写一下 今天我们要去个北京新开的咖啡厅 好像也不是也没有很新但是因为我们最近都没怎么去咖啡厅 或者去的都是以前经常去的那些店 那我们就去这家店打下看 好像是上海挺有名的一家店 然后开到北京的 你想吃什么呀 他们家吃面面 我看一下他家比较有名的是那个烟熏三文鱼的 烟熏三文鱼水波蛋松饼 不是Vanedic蛋 然后有一个南瓜日式南瓜松饼 好像没有面呢 他家就是松饼比较有名 等会儿我就不喝饮料了 因为我早上那会录视频的时候 喝了一个这个 冰洋梅特别好喝 但是他就是里面有糖 所以这一瓶就是我跟发条两个人把它分掉 当然因为今天的糖分摄入了吧 周末在胡同里面停车真的是太难了 我跟发条在这转了快二十多圈 然后才找到一个非常小的停车 因为原来他共同府这边有一个停车场 但最近在好像在维修吧 他那个停车场就关掉了 我们停的稍微要远 现在走过去 地图上看 它是跟我们之前去那个福三咖啡挨着的 这儿是 这儿呢 对 对 在这儿 然后福三在这边 特别 我现在是上妆两个小时的一个打卡 我现在唇膏已经掉差不多了 因为刚吃饭的时候 然后拿纸擦擦嘴巴 我来进给大家看一下自己的体装情况 刚吃饭 拿那个尺寸的尺寸 然后可能周围连带把那个底妆擦掉了一点 剩下的像脸颊 眼部额头的部分还是挺完好的 但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亮亮的 包括颧骨啊鼻头啊亮亮的地方 那不是粉底的光泽 是我后面有上高光的 所以这个粉底其实它没有那么强的光泽感 那下巴瑕丝比较重的这两块 就是左边相对更重一点 这两个痘印的部分 我感觉还没开始拖 但我们一会儿再看它的情况吧 真的有这样吗? 嗯 每次来店里都要在这个大镜子照半天 然后这个包就是我跟唐姐一致 当时看到它的时候觉得神经病包谁会买啊 然后我一上身竟然觉得还挺好看的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是宋茜的一个机场的图吧 她也穿了一个西装粉色的 这边是一个白的稍微大一点 然后这边是一个像零钱包样的小包包 真的还挺好看的 这边是一个小包包 真的还挺好看的 这边是一个小包包 也挺好看的 这边是一个小包包 也挺好看的 嗯 这边的小笔 有佛繁 неп准备 ho們的那边 但我们的老千古都是这个金钱包 像女人有限量的高战 我觉得我们歌手比较好啊 最大的这把是冲的这块给断了 还挺严重的 所以它现在整个好像是搭在了那把小伞上面 我还得看看这怎么办 它应该冲不起来了 那已经断掉了 它这个背面是歪的呀 就是歪的 就是它能平平地放在地上吗 我试一下吧 太神了我来吧 我来吧 啊厉害厉害 然后咱俩看咱俩的神不算 没有没有这样是对的 我发条刚把那个坏掉的大伞折下来 出了点汗 正好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上妆现在已经四个小时了 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我感觉还是脸颊的这个部分挺完好的 但是眼下好像有一点 睫毛有点晕下来了 嘴巴旁边还是刚刚吃饭的那个暗沉 就是现在哪远看一点是这个装小 目前四个小时的状态是这样 这会儿开始刮大风了 我们也准备撤了 现在准备去跑我家吃饭 他算是我不用提前约 如果当天约可以约到的朋友 基本上就是每次中午的时候 问他晚上约不约 然后都能成行 然后正好今天我们是有东西要送给他 然后他说还不如去他家见面车饭 然后他刚才给我买了生蚝 我后面的各种包枕各种造型 这是个Visa 是个大玉米 这是个不知道 这是个豹纹的 然后距离我早上妆 差不多过去六个小时 六个多小时了已经 下巴的这个抖印部分 要比刚四个小时的时候 感觉严重了一些 现在他们家的光是 这种偏冷色调的光 所以看着皮肤状态 就是整个比较偏冷皮 如果不看下巴的位置的话 整个底妆在我脸上 还是贴合的挺好的 挺紧的 就是感觉还是很好的扒在我脸上 也没有任何卡温卡粉的现象 你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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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脸型是不是一样的 她比你鼻鼻梁翘一些 是她比我下巴尖一点 你睡着了 舒服了 张手了你看见了吗 我们从朋友家已经回来一会儿了 然后刚才发来在外面看王牌对王牌 严承旭最近的那一期 严承旭应该算是我小学的第一个男神 就是当时刚接触到有偶像这时候 第一个喜欢的男明星就是严承旭 包括到现在看她怎么还是那么有少年感 就完全没有老的迹象 然后我准备卸妆了 才突然想起来我好像第三次打卡 忘记打卡了 然后现在觉得我早上妆已经过去十个小时了 就第八个小时的时候忘记打卡了 正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超过八小时的这个底妆在我脸上的样子 我还是把它推近一点给大家看 因为我自己是干皮 所以一般粉底液用在我脸上都不太会脱妆 我也平时不用补妆 现在看十个小时的上妆效果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百分之九十的粉都存在的 那今天这个粉底液它在除了没有遮瑕的情况下 在其他的区域 脸颊 鼻子 额头 除了下巴的其他地方 我觉得都是保持的非常完好 然后下巴这个地方可能有时候在测试的时候 我也会用手碰它 或者吃饭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用纸巾有什么会带到它 再加上我今天没有给下巴这个地方做遮瑕 所以基本上下巴这个瑕疵的部分 已经能看的比较清楚了 但是还是没有卡粉 没有斑驳 只是说它是那种慢慢融掉的那种感觉 那总的来说我觉得蓝口精神的这款粉底液 它整个还是一个比较奶油肌的感觉 它没有很强的光泽感 尤其是相对于我有手头其他的粉底液来说 它是算我的粉底液里面光泽感比较弱的 质地虽然是水仁轻薄的那种 但是遮瑕度又是偏中上水准 而且粉质很细腻 我觉得它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适合干皮的一款粉底液 然后我今天早上给大家实测的时候 不是也挤不出来了吗 应该这个视频就是我最后一次用它了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卸妆睡觉了 如果大家喜欢粉底实测这个栏目的话 可以告诉我 然后后面我还会把我手头其他的粉底液 给大家做这种实测 或者我觉得比较像的两个粉底液 可以做一半一半上脸的这种对比来给大家看 那我们就下周也再见了 拜拜